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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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 当然是肯定从小没讲 脸上还是娃娃脸 不能笑 一笑全褶子 这个还是小孩的样子 你现在还没有 你稍微的到45岁你会放松一些 你现在还是这种娃娃脸的感觉 因为刚才我说的 我说的你稍微到45岁你会有一感觉 你稍微有点发胖 就是肩会宽 男的到45岁说肩稍微就宽了一点 开始宽了 然后脸上开始出现一点点的 宽一小点看上去就宽很多 然后马上 马上男性感就出来了 马上你的感觉就是男人 这就是个男人的感觉 你现在还是什么男孩 招女士喜欢吗 对啊 你就会招上的下的 老的小的 女的都会发胖 我觉得现在小妹妹都不搭理我了 真的吗 他们不敢搭理你 是吗 你是斗文涛 那我不跟你说斗文涛 我跟你说徐子冬 我没加编 当然徐老师原谅我开玩笑 我觉得徐老师 他因为我这么贴近跟他做节目 他很嫩 他多大年纪了 可能跟你近似吧 50左右 他跟我差不多 但是我就觉得 他最近今年以来 很多观众都注意了 你看做节目的时候 这个情绪 你像咱们说 这个父母年老了 有时候表现出来这个情绪 会像小孩一样 突然就哭了 突然什么 我怎么觉得有时候看徐老师 比如说 要让人想起 有时候你指责社会上的一些个事 怎么那么生气呢 我就觉得这个来由 就没有自然的过度 突然间就就翻了 甚至有一次 你会我给你举例子 就是因为观众在电视上看不到 我当时心里都吃惊 就是说那个 有一个疯狂英语的那么个创始人 闹了一个新闻 就是让学生们下跪 然后本来评论这个 跟徐老师也没什么关系 说了说了突然间 什么人能跪 我们能对什么人跪 眼睛含泪 你说 那我同情的 我要是看 我听到这事也愤怒极了 是 这跟教育有关 我同情 我不觉得这是生理印象 就有一根筋被弄起来 就是我们侮辱太久了 就怎么现在还有这事 要我我也会愤怒 让孩子下跪 当然我太不像话了 像老师下跪也不像 太不像话 当然 凭什么 孩子什么年代了 我现在就想愤怒 我完全同情她 我想其中她是性情之人 就是她是性情之人 她觉得没必要去隐瞒她的感情 所以你要是 我倒是觉得如果更年期 她可能会丧失愤怒功能 如果她还在 这不是更年期 说明我们徐老师还年轻 这你也要我 那我跟你来个牛的 我跟你说 这个你说这个岁数大的 现在是说岁数小的 他们在变成什么样的人 最近有一段网上的视频 在网上到处传 在一个女厕所里 好像最后说是 可能是深圳的一个学校 女厕所里 几个女同学 打一个女同学 我给你们看一下 所以大家在哪里 你也也 追到你们 你也 追到你 还要来 我也是 你也带 那你就 他 我女孩 你 还在 你 你 这你们看了怎么说 我觉得这种女孩特别可恶 就是打女人打女人 看我 别看女孩 女人打女人的这种女人非常可恶 而且一群女的打一个女的 这就太有 他们一辈子就内疚吧 这件事情 非常丑恶的一件事情 非常坏 非常坏 但是现在这个心理 儿童心理学家还说呢 说最近这个时尚啊 就是好像比较受欢迎的女孩子 叫野蛮少女 野蛮 这个就是说比较电影上说的野蛮女 他指的那女孩 比如说能打欺负人的打坏人 或者 这个是一个媒体上的美学效果 它是一个故事 这跟刚才打架 这个就是文革 文革怎么能起来 就是靠这些人 就是文革的人当时打人抄家 就是这些人 唤醒你的动物性 这是很坏的一种做法 对 然后女孩子 因为我们假定一个价值 好像他们都是文静 或怎么样 其实一样 其实一样 吃狗 在动物性的方面都一样 这个就是特别糟糕的事 我注意到你刚才讲的一个话 他老说这个被夸张 或者说媒体的美学效果 说很多事 那意思是不是说很多事 实际是假问题 实际并不是像人们议论的那个样子 既不是假问题 也不是真问题 就是经过媒体以后 他跟原来的形态不一样了 这什么事被媒体说一遍以后 你不能说这是伪问题 但你也不能说他跟真的发生的事情是一回事 所有媒体其实都在夸张一个 他针对的那件人事 对 所以我们整个国家因为进入媒体时代 但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西方为什么比较成熟 就是他少不了媒体 但他知道这是媒体 意思就是说 媒体跟真实发生的 他还是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 所以一个公民社会 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 他首先看他对媒体的一个态度 他相信媒体 同时他跟媒体又保持一个警惕关系 当然他又是言论自由 他有各种媒体报道同一件事情角度 什么价值观判断都不一样 那中国不是这样 中国基本上还是只有一家媒体 同时媒体本身也不成熟 那整个接受媒体的群体也不成熟 所以这个时候是一种互相夸张 夸张里头带夸张这样子 这就像你那个说的 就说是生活在一个复制的时代 其实基本上 你看我是搞媒体的 我就特别同意他说的 因为我知道这个新闻是怎么弄出来的 从我嘴里是怎么说出来的 所以我就会提醒我的很多朋友 看见杂志上说你什么事 你可先别着急 你先弄清楚 他是经过媒体翻译之后 我们生活在这 我们喜怒哀乐 我们什么 但是他跟那个原初的真相了 距离差远了 我经常被媒体修理 我两次到重庆 被媒体修理的很厉害 就怎么修理 组装你的话 甚至就是你没说过的话 就按到你嘴上 但是我相信就是 我不会太计较这个事 我会愕然 这又给我二零吧 但是我不会太认了什么 因为我觉得 他就是媒体 你不能太当真 我觉得还有一个事 是中国现在事情还是不分类 比如像刚才录像看的那个 那个类型是属于坏人 不管是小孩什么 因为我们经历文化革命 我们知道什么叫 真的 我经历文革 我看一些小孩 尤其初中生 打人 欺负同学 我 一点不原谅这些人 我觉得他们是坏人 而且我经历了在初中的时候 我看到 人心里的恶 特别恶 而且我经历过女孩子陷害我 比如说 我经历过这种集体的女孩子在一起 背后要陷害一个人 因为这个女孩好欺负 我经历过这样的人 对我来说那些女孩子就是坏人 我一点不原谅他们 而且这些女孩子同样 他们就是坏人 长大还是坏人 逃不了 他不会变成好人 这一点我不原谅 索拉私下里说 女孩宁愿打男孩都不能打女孩 你不能打女孩 你不能欺负弱者 欺负弱者就是坏人 你要知道他们长大了就做母亲 真是 这是非常坏的 所以母亲这个词很可怕的 你要知道很多孩子的非常不幸的经历 跟母亲有非常大的关系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上次谈到一个女性教育 你说中国现在没有女性教育 没有 你想象中的女性教育是什么教育 第一 我一直认为教育不仅仅是学校 更不是上课 不是学位 不是专业 教育它发生在所有领域 而且最重要的是家庭教育 其次是你的所谓邻里 然后再到社会 最后才是学校 我们现在教育的畸形 就是它假定所有教育都在学校 你进过学校就算受过教育 其实不是这样 然后翻回来看 就是人生最早的一个课堂 其实在家里面 你爹妈是什么样子 你叔叔 你爷爷 外甥 侄子 这一切都构成你的教育 其实等到你进幼儿园 进小学 其实你已经被教育过了 可这个教育 你去看看我们今天家庭有什么教育 那你认为 应该是爸爸妈妈教女儿怎样做女人吗 谈不上教 就是你一个像样的娘做的 你一个不像样的娘 天天跟你一块吃饭 看到你的样子就是影响 你根本不用去说 你比如说有些人讲了 说有时候台湾女孩 咱们看着一块聊天 挺让人舒服 但是也有人讲了 这是因为台湾是父权社会 它是它骨子里是那种传统教育 比较男尊女卑 女孩比较抑制自己 比较干嘛 这东西算女 所以出来一种女性 那这算一种女性教育吗 台湾我都不愿意说是一个父权社会 就是我这么猜 就在那个社会 第一它没有发生过文化大革命 没有历届这种政治运动 第二它所谓三纲五常 温良共俭让 这么一个传统 就即便不是主流 但至少在家庭单位没有完全消失 对 在同事之间 在人际关系之间 它大致还在 还有个理 还有个有个度 可在咱们这 这几十年全 就是丧失一径 可以说 真是 所以有的时候跟台湾人聊天 我的感觉很复杂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 我又觉得 我有某种程度的自由 是人性恶的自由 还是什么自由 比如说你跟台湾朋友在一块聊天 我发现他们真是互相赞美 是吧 比如说索拉兄 真是了不起 全是很讲礼貌 但是我当时心里的感觉是 清闪的时候他们也打架 对 你觉得自由 因为所谓教养 其实是个束缚 是 就是要克制的 很多事情也要克制的 对 咱们这一路教育下来 它不让你克制 它可能会比方文化大革命 你小孩子撒开了你造反 你想骂就骂 想想 砸就砸 所以这会儿可能会觉得 尤其北京的孩子 高干子弟什么 比如南方孩子就感觉 我真有 就是出口就是横得很 对对对 就那种 但其实很可怕的 这背后代价很可怕的 这到最后就是动物 动物世界 国外我也是这样 国外我跟文人书生交往 艺术家交往 我发现他们其实都很有教养 他弄的艺术 惊世骇所 简直是这个 可你人坐那儿 其实都是很好的人 很害羞的人甚至 这人我之间关系 这就是有人格教育 我想这个东西是一个 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说社交仪式 就是说在社交场合的教养和 这是一种东西 还有一个是生活 就生活和社交仪式是不是一回事 所以这地方我们还得分清楚 我们见到的是社交仪式中的教养 然后具体他们在生活上是什么样 比如在西方对个性的这种解放 就是就相对来说 要是如果台湾跟西方比的话 西方无论男性女性 在个性的解放都要就要开放多 台湾我不了解 从来就去过一次 在那就待一个星期 根本不知道台湾怎么回事 所以我没法说台湾到底怎么回事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 我只能说是大陆吧 就是大陆现在的这种混乱 是它又有了所谓开放 是一种乱七八糟的开放 比如说文革这种开放 还有加上大陆 其实女权主义进来特别早 就在二三十年代 女权主义已经进来大陆了 但是这些女权主义很快又变成共产党 就是马克思主义因为战争 然后它又变成共产党 这又是一个混乱 就是你到底是革命还是女权 这俩东西又变成一个混乱 所以大陆的女权 它是一个不清楚的信号 它不是一个对女性的完全的解放 而是一个刚刚觉得女性主义有了意识 突然啪啦 这女性主义又变成革命战士了 然后革命战士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我们的父母那辈 我们看到的他们都已经混了 就是女人你觉得很厉害 但是她好像又是在革命 她是一个革命的感觉 这个在党内特别多 你看最近一直被议论的 就是李瑞的女儿写她母亲 就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其实那个母亲放回到二三十年代 延安那个背景下 其实就是一个女性 女权主义的一个建议 当时不是这么说法 但是有这么一帮女的 就包括你母亲都可以属于 我妈妈就是女权主义 属于这一代 就是我要学话 我不要每月婚姻 我得走 我要革命 然后到处都容不下我 我得走自己的路 所以那个时候的那拉走后 一部分就去了延安 然后问题是进城以后 他们变成党官 然后其实她还是一个女性 她要的所有虚荣爱慕 青春 种种这些 她在49年以后 她进入一个扭曲的状态 所以绝大部分 就是高干 这个里头的女性 在解放以后 在生理和心理经历 非常扭曲的过程 再加上很残酷的政治斗争 但是他们不是 这一代人还属于索拉 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了 别说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都属于有左翼基因的 没错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索拉说女权还是很女人 去广告的时候 我也口红 是不是要补一补 你看 女权主义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不想到自己的女性 对 尤其现代女权主义 是非常什么都要 没错 没错 现在这女人也 心勃勃 她什么都要 女权主义也有个成熟的过程 就是现在女权 更成熟了 所以我听你们刚才说 我就感觉到 她实际上涉及到一种人的教育 人格的教育 你就好比像我们大陆经过那个年代的人 我现在看到一些很有教养的外方人士 我心里反倒有时候觉得挺挺逮劲 为什么就觉得像你那样我也行 但我还能不像你那样 你不能像我这样无法无天 我拍这一套 所以就包括像你说的这个事 不是这退步级里不也说吗 比如说好 不考英语 不考什么种种制度 这个标准 都不太合理 但是真正怎么教育一个人 我就在你的书里 我感觉到一种教育的 但是这种东西过时不过时 比如说师父和徒弟 比如说他们说过去教中医 那你是终生跟着一个老中医 这么才学得出来 你觉得就是这种人与人的这种传承 难道是培养人才的方法吗 当然啊 古代一直是这样子 我们真的不要以为学校教育就是教育 我觉得家庭教育 还有就是其实是生活教育 怎么说就是在希腊的时候 每个男孩都要跟一个年长的 跟一个大的男人 对 然后在军队里面更不用说了 而且好像说不定还有同性恋关系 跟他这个师长 然后在各行各方面做饭的 或者是杂技 或者画家更不用说了 是师徒制 然后在唱戏的什么里面 都是一个小的跟一个大的 一个大的带着一个小的这样子 这跟学校毫无关系 跟上课跟这么学分专业都没有关系 可是你一个小孩子 他其实是所有感官都张开的 在看大人 所有东西都反射到他的记忆里面 那你说这个意思不就 小孩很简单 就我长大也要这个样子 然后你永远这些学生有时候就会变得有点像老师 一对一对关系在 教育就已经在了 就承传就已经在了 所以说他说了一句 还有句什么贡布里希的话 说实际没有艺术 只有艺术家 是是是 就是跟着一个人 是是是 但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跟着你学画画 我实际上也等于跟着您学做人吗 一边像像我这样子 我这一代人都没有上过学 初中毕业就走掉 下乡去了 可是我对外说 我说我是自学的 其实这是 这只说对一半 只说明我没上过学 但事实上我一路过来 从16岁一直到 甚至二三十岁 我一直有很多老师 我有非常好的老师 就是一路遭遇到很多年纪 比我大的人 就从中学开始就有 这些老师他为什么教你 等我现在自己变成老师的时候 其实不不不不断的这种讯息 在在在在在回忆起来 就当时他们对我是这样子的 就我现在也对对对对 他们不是学校的老师 文革没有学校 没有学校 那他为什么教你呢 他也不收你的钱 无所谓 当时没有一个明确说了 我来教你 你是我学生 你像陈一飞夏宝园 我们都直呼其名的 但实际上就是我的老师 他们画画 我们就在旁边坐着抽烟聊天 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画了就给他们看 我一路好多这样的老师 他想说的这个 就是说小孩刚跟接 是跟接着 对不起我打断了 我因为看他老问 这些傻问题 我就打断了 他这傻问题 太傻了 因为他想说的这中心呢 是说年轻人一定要跟一个上岁数大的 这是接着刚才咱们说那话题 不在于交钱和不交钱 就是如果你幸运 你想学的很多东西 岁数大的是能够给你的 黑社会啊什么都是这样 跟大佬啊 跟大佬 所以就是说说了 那你把学校往哪摆呢 你看你又问啥问题 学校里他不也有老师岁数大的吗 就是说这个所有的 他所有的中心就在于 就是说上面的上一辈人会往下传他们的经验 但是我觉得现在学校里的老师都是孙子 他哪能当大佬呢 他他他他有这个能力或者有这个资质 有这个自由 如果你幸运 也许你能碰到一个 事实上全世界都在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大学在膨胀 然后落学的人越来越多 然后教育的品质在下降 然后教育的最后一个功能在在在迷失 就一切都变成专业教育 然后变成一个一个伪教育 就大家拿个学位 大家骗过去拉倒 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 世界上的问题 所以法国闹学潮啊什么 这都 谢谢大家